在市区想找停车位总得绕啊绕 尤其闹区更是一味难求 不少人干脆多花一点钱 停工友或私人停车场 但这个信义区的天价停车场 是不是太夸张了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贴出一张私人停车场 用简易的木板写着停车一小时八百元 连停两小时还有优惠 网友说只是路过看到还以为眼花了 底下有人回应有公告就合理 但也有人说停这一小时比红线围停的罚单 还要贵 附近居民也直呼夸张 相比周边百货公司停车收费 一小时一百至一百二十元不等 若想停便宜一点的 还有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 假日一小时也只要六十元 同样位在天龙国收费却硬是贵上八倍 但其实私人土地要作为停车场盈利 依据法规必须提出申请 临到停车场登记证 还要公告营业时间收费标准才行 先给他一个改善期间 那看他要不要来申请 如果不来申请我们依法才发三千到一万 只要合法登记 漫天喊价也无法管 但就看市场机制买不买单 只能说台北市寸土寸金 有地开放停车 什么价格都不奇怪 记者余申行林佩杰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入口西 入口西